惨烈的北京宝贝战争 袁忠焕手下的重要将军接连战争 可以在辽东阻挡黄太极的 仅剩下阻挡受益人 但恰恰是这样一位跟随袁忠焕 出生如此多年的忠勇大将 却在关键时刻突然投降了黄太极 而且是投降了一次又一次 这样奇怪的事情怎么会接连发生 究竟又是什么 让这个昔日忠诚的勇将 做出了这样惊人的举动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居会会长严重严 为您揭秘 明王清新六十年之 祖大寿详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说到 就在袁崇焕在北京城下与黄太极的八级军 浴血奋战的时候 中了黄太极反监技的重支火力 突然将袁崇焕逮捕录 并最终将他残酷地凌迟处死 北京保卫战虽然以黄太极最终退回沈阳而告终 但是袁崇焕的重要将领和精锐部队 却在这次恶战中几乎损失待兴 此时此刻 大明王朝在辽东 可以抵御黄太极战 也只有总兵速打烧 这个跟随袁崇焕出生入死多年的将 深得袁崇焕的转弱和气 在此前的宁远大战和宁锦大战中 多次击败黄太极的八旗军立下了逐助攻击 现在袁崇焕已经落狱而死 整个辽东前线的防守重担就落在了祖大兽身上 而就在崇祯皇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图在祖大兽身上的时候 这位昔日忠勇的重要将领 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投降了黄太极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的人都惊察不明 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颗忠诚的将领 冒着家人被杀甚至身败凝裂的风险 突然在前见投降了敌人 更为奇观的是 祖大兽投降黄太极竟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如此奇异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严 将与我们一灵揭开笼罩在这起重大投降事件上的重重谜团 揭秘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祖大兽详亲 大家好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 大兽其人 祖大兽是很有名的 是袁冲坏手下非常小勇的一员总兵 祖大兽这个人生年不清楚 死在顺治十三年 他就是辽东宁远人 就是现在星城人 现在的星城还有他们家的坟墓 祖居和牌坊 明朝冲真皇帝跟祖大兽历练的牌坊 到现在还矗立在星城的南蒙移 这个牌坊是高大巡围 是明代的建筑 祖大兽后来在北京 清顺之入关以后到了北京 北京有条街叫祖家街 现在是北京市第三中学那个校职 他死了之后 那里变成祖家祠堂 所以那条街就叫祖家街 所以祖大兽跟北京关心一切 祖大兽这个人 他是辽西的一个名门望族 家族很大 很早就入了航武 做了游击 祖大兽和一个总兵吴湘 就是吴三桂的爸爸 两家联姻 吴湘的一个术妻 不是正妻 吴湘的术妻是祖大兽的一个姐妹 所以呢 吴三桂就成了祖大兽的外甥 吴三桂小时候就跟了祖大兽 吴湘在军中滚打磨裂 后来吴三桂也当了总兵 我们看啊 祖大兽他自己家族里头 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出了这么多的总兵 此时此刻 温宁锦房县上驻守锦州的祖大兽 和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 已经成为了明朝不孤的几年人将 那么 祖大兽究竟在过去许多年里 有着怎样的战功和过错 在这其中 我们是否能够发现一些 导致这位关键人物 日后投降清朝的蛛丝马迹呢 我总结了一下 祖大兽有四功四过 第一功就是守宁员 诺尔哈赤赛军队打宁员 祖大兽负责守南城城的南面 南城打得最激烈 有诺尔哈是攻城啊 挖城就挖地道 学城挖个大洞 把城墙挖个大洞 差一点就挖穿了 祖大兽袁中焕率军队 从城上面用铁丝 用绳子掉了那个被我棉花 掺上火药点呢 来烧挖城的那个后进的兵士 城没有挖穿 当城守住了 祖大兽立了一功 在宁锦之战当中 祖大兽立了二功 在北京保卫战当中 祖大兽跟着袁中焕 在广区门外 左安门外又立了功 这是三功 后来孙称宗统帅 收复京东四成 永平千安 兰州和宗化 祖大兽又立了功 我说祖大兽有四功 但是有四过 第一 广宁之战拜逃 逃到绝花岛 一过 修宁远称不认真 他是无路 马虎 不按照规定办 二过 他杀了他的副将 和和刚 我以后要讲三过 两次相亲 四过 祖大兽的人 一生有四功四过 虽然祖大兽有着不少的过错 但是我们可以看 他在与黄太极的作战中 还是表现出了无比的忠诚和勇敢 杀敌无数 黄太极对他的仇分也不亚于袁中焕 那么 袁中焕手下这样一员忠勇的大将 后来怎么会冒着巨大的风险而突然投降黄太极呢 二大陵被随 前面我讲过 关宁锦防线 就是山海关宁员锦州防线 这个时候 祖大兽是锦州总兵 守锦州 因为锦州要守住 它是面临着就是后军的军队 所以就在锦州城外又修一个城 叫大灵河城 锦州城的北面是大灵河 南面是小灵河 这样依靠着大灵河 在那修一个城 来护卫 锦州城 派谁去修呢 就派祖大兽 统帅他的军队和民夫去修 大约有多少人呢 大约有一万多官兵 还有一万多修城的民夫商民 总共大约有三万人左右 就在那修城 这个时候 就是崇德四年 天聪五年 1631年 这1631年呢 有一个特点 这个时候 黄太基打北京的时候 他军队已经撤回沈阳了 他在京东那四个城 战的永平 战的永平 千安宗化 也被明朝军队收复了 就是孙城宗带领祖大寿等 把这四城收复了 后金军队都退到了 沈阳 特别是到天聪五年 沈阵四年 黄太基 黄太基研制成为宫队 黄太基这个时候 他就拿来反战 他下一步怎么办 朝鲜已经定了兄弟之盟 对蒙古也有重大的成果 对明朝 明朝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打宁锦防线 宁锦防线他吃过亏啊 他爸爸在宁元之战打败了 他在宁锦之战又持了败仗 黄太基对宁元锦之王 叫做一招被蛇咬 是十年怕井生啊 他处 再一个办法就绕过林锦防线 从蒙古去打北京 打过北京啊 他看到北京是城墙很高 护城河又快又深 也是不易打呀 那么黄太基怎么办呢 他登上这个捍卫 他要有战技啊 有攻击啊 他就选择了大陵合成 我先打他 在祖大寿与黄太基的多次交锋中 黄太基吃了多次亏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宝贵战中 祖大寿不仅最后将黄太基击退 而且还把他在京东所占领的四个城市 又一一的无奈 黄太基对祖大寿的仇分是可想而知 而现在黄太基在无奈之下 进宝贵战中的大陵合成 这会与祖大寿的投降有什么关系吗 祖大寿究竟为什么会冒险投降仇人黄太基 广告之后继续讲书 他得到一个探报 好 不能再等了 等整个城修完了再打就困难了 这样就在天聪五年 就是冲真四年 1631年7月 黄太基从沈阳带了兵 黄太基到大陵合成之后 叫维尔布达 把你给围起来 怎么围起来 这是大陵合成 在大陵合成五里地外 它不能太近了 用城上有大炮 挖一个壕沟 壕沟的土堆卸不就城墙吗 这是第一道城 在外面又修了第二道城 挖壕 壕土壁城 再在外面做了第三道城 把大陵合成围了三重 它的意思是让你祖大寿 你就不要想出来 要么就投降 要么就歼灭你 对大陵合成 黄太基的兵略 他自己是这么说 比兵若出 我则渝战 外援若智 我则迎击 十六个字 你要出来 我就打你 你不出来 明朝援兵兵来了 我就打圆 四个字 叫围城 打圆 这个时候 黄太基已经比过去聪明了 他不死拼这个城 这样就把城 身处在大陵合成中的祖大寿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黄太基包围 早在多年前的宁锦大战中 祖大寿就曾经被黄太基包围在锦州城中 面对又一次远离重来的老对手 祖大寿应当是无所畏惧 况且 大陵合成的守军还有三万人之多 那么 这样一场祖大寿已经胸有城主的坚守战斗 难道会导致他冒着巨大风险而投降吗 祖大寿怎么办 祖大寿不能束手在地啊 祖大寿就突围 带兵突围 第一次突围 失败了 祖大寿又组织第二次突围 又失败了 祖大寿又修整力量 组织第三次突围 还失败了 祖大寿不甘心 就组织第一次突围 集中全力拼命突围 还是被黄太寿军队堵住了 没成 就祖大寿四次突围 失败了 城里头很困难了 因为当时他不是准备长手 就是准备修城啊 你三万人要吃粮食 要烧草 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就派兵士出城 去进城的地方 打掉柴火 出了城打仗还没打的话 那人晃晃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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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都要倒 这后金士兵就抓他 还没抓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饿的呀 就倒着就昏倒在地了 城里困难到这个程度 这个时候的紧急军报就报到锦州 锦州 这个时候都市是孙成宗 孙成宗这儿是六十多岁 身体又不好 报病 骑马骑不了 抬着 到锦州来指挥 黄太极说了 你突围我就打你 你增援我就打圆 叫围城打圆嘛 第一次增援 失败了 第二次增援 又失败了 第三次增援 还失败了 第四次增援 派了很强的力量 一个就是吴三贵的爸爸吴湘 叫团练总兵 还有一个总兵 叫宋伟 两个总兵 带了大约有四万军队去增援 因为那个地方是平地 出了锦州 大陵河城比较近 还没靠近的时候 就和后金的军队就冲突上了 后金军队当就拼命厮杀了 吴湘一看情况不好 吴湘九败逃 为锦州 我们看 四次突围失败 四次增援 又失败 大陵河城啊 总共被后金包围了 九十四天 主大寿向冲冲皇帝奏报 说 被围将继三月 城中十净 杀人一闪 大陵河城被围将继三个月了 城里头没有粮食吃 杀谁呀 杀那个有病不能动的人 先杀了他 给那个身强力壮人吃 这是明朝的记载 后金也有记本 清太龙实录 说 明大陵河城内 梁静心诀 军事机慎 杀起修成夫役 以伤与平民 于是戏骇而吹 幼直均失之 磊弱者杀而食 没有粮食吃 先吃谁呀 先吃城里的那个老百姓 老百姓吃了 再吃谁呀 商骨 那些经商的人 马杀了 肉吃了 马的骨头 点着火 来做饭吃 大陵河城啊 原来修成的时候 是有两千多匹马 到后来呢 这马就不停地杀 就剩了二百匹马了 其他都给杀吃了 这二百匹马 主要是为了一些官长旗呀 这二百匹马也不行了 到大陵河最后 这城结束的时候啊 剩了不到二十匹马了 其他都给杀吃了 到大陵河城最后的时候 是个什么局面呢 史书记载 百匹马上 百日之恶 吹骨 戏汗 无所 大陵河 被围 到最后 城破 大数算 一百天 且百日之间的灾难 人肉 几乎吃光了 骨头 点着火 做饭了 这种困难的局面 自古唯有 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困难 让处在重重包围中的 祖大兽 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艰难 四次困围全部失败 人均更是遥遥无期 面对这样的困境 祖大兽 该怎么办 而已经围困 大陵河城 九十多天的黄太极 表现出了 同样非必寻常的耐心 那么 黄太极迟迟不攻城 是在策划什么吗 黄太极知道 大陵河城困难 他就采出一个办法 就是招降 他派使臣进不去 就在城下 把那个信捆了那个剑上 射到城底 祖大兽 他为了拖延时间 尽量拖延时间 他又有回书 回信 回信从城里头 也绑在剑上 从城墙往下射 射下去 这么来回这个中心 黄太极又判人 投降后军的汉官 到城下寒 让祖将军投降 这时候祖大兽 已经是总兵了 祖大兽怎么回答呢 很坚决 他说 誓死不行 黄太极 他基本上是围而不打 我就围着你 你粮食没得吃了 我看你怎么办 一次 朝降 不行 二次不行 相后 七次 朝降 祖大兽还不行 但是城里头实在没有办法了 援兵也来不了 粮食也没有 这个时候 黄太极又派人去了 黄太极说 我就许可给一个人谈 这叫石亭柱 这是个汉人 进去了和祖大兽 两个人单独谈 任何人都在家 就是谈这个秘密条件 谈完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石亭柱又送回去了 石亭柱回去又报告了 黄太极 黄太极知道了祖大兽的这个要求 黄太极还不放心 方太极问 祖大兽一个养子 扣在后继的大营里头 就问他 为什么他城里老不投降呢 他说你当初啊 你永平城逃走的时候啊 当时背了阿敏在那儿手 逃之前啊 除城 全城人全杀了 都城人考虑了 你要攻下城全杀了我们 我们都是烈士啊 我们家属不会受接连 我们投降之后 你把我们全杀了 也就杀了 我们家属还都在明朝这边啊 说我们投敌 家属也都受了牵连 甚至都杀了 我们何必投呢 黄太极说明白了 通过使臣告他 你祖大兽只要投降 城里人一走 尽管黄太极许诺 不畏无成 但是这样两个在战场上 厮杀了多年的老队上 他们也必然充满了怀疑 尤其是黄太极 他这样一个多余的人 在多年前的广宁之战中 广宁城首将开门投降 但黄太极始终不敢进城 派人打探三四次才敢进城 这一次黄太极又怎么可能 不怀疑其中有章 黄太极说你投降 你得表示一下 你怎么表示你的诚心诚意 这时候祖大兽就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表示自己诚心 祖大兽大林河城里 他是总兵 底下有一个副总兵 叫和可刚 和可刚是副将 就仅次于祖大兽 祖大兽跟将领商量 说现在没办法了 要投降了 和可刚很坚定啊 投可杀 降不可投 你们一定要投降 你先把我杀了 你们再投降 我是誓死不嫌 很坚决 很刚烈 祖大兽为了表示 他真心投降 为了向黄太极表示一个姿态 下令 把他自己的副将 和可刚捆起来 和可刚曾经是袁中患的中军副将啊 多年跟随袁中患啊 祖大兽 祖大兽把这个和可刚捆着到了城外 城门外 这个时候后金派了几个使臣 在那看着 当着后金使臣的面 祖大兽下令 把和可刚杀了 将后金回去报告黄太极 说祖大兽杀了 拒绝投降了那个和可刚 表示他的真诚 这件事情啊 史书有精彩 很深刻 这么说 大兽直之 就把他捆起来 令二人夜出城外 就在城外 与我就是后金 朱将前杀这 可刚 颜色不变 不出一言 含笑而起 最悲惨的后者八个字 城内鸡人争取其肉 城内饥饿的人 你把和可刚的尸体 拉到城里头 猪着吃了 古大兽被朝鸡欺人的报告 这报告怎么说的呢 出未溃前一日 凌晨时尽 城里没饭吃了 副总兵和可刚 于大兽曰 跟古大兽说 子可出位格部 我当死子 可你可以出城 我又在这里死 自微闻一记 虽死之 就说城破的前一天 何可刚跟苏大兽说 说城要破了 你带一些人出去 回去给内阁兵部报告 我死在这里 先自己写好了一个记文 然后自杀而死 苏大兽 歪曲了历史的阵线 欺骗了朝廷 污蔑了 何可刚的忠魂 后来 朝廷知道了 这么记载 说临河之困 大临河之困 卒副总兵和可刚 大骂不屈 死无完辅 正气 灌输 不坠 忠心牵不招 别人都同行 何可刚不同意 大骂 而死 祖大兽杀了何可刚 向黄太极表了 他要投降的心意 提出来 他要见黄太极 一个人见 这样两个昔日战场 厮杀多年的老兵士 死时相见 那还会是分白点 祖大兽这次独自一人 前往黄太极的大野 将会是怎样危险 黄太极又将会怎样处置 这个让他咬牙切齿的仇人呢 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黄太极什么态度呢 染灯烈剧 用它是晚上 张灯点火炬 迎接祖大兽 祖大兽 要给黄太极下跪 黄太极就不必 行报见礼 然后就进到黄太极的大营里头 两个人 祖大兽黄太极密谈 黄太极问 说将军你要投降 你用什么计策 你说要我攻下锦州 你有什么计谋 祖大兽黄太极密谈 祖大兽说 说我的家眷 几十口都在锦州城里头 我如果投降了你 那么明朝肯定把我的家眷 全上了 而且我很多的军官 家眷也在锦州 他们也会受牵连 黄太极说那怎么办 说这样 说我假装突围 你们假装追赶 又呼又喊 又放枪又放炮 不真追 做一种姿态 我就跑了 跑了之后 我就跑到锦州 我说我突围出来 这样我家眷不就保住了吗 到了锦州之后 因为我是锦州总兵 底下官兵都是我的 约三日 就两三日之后 举炮为号 你就是外攻内应 锦州不就得了吗 这样一来 第一我投降了 第二我们的家眷保住了 第三锦州你也得了 黄太极觉得这个办法 也可以考虑啊 黄太极跟他那些 贝勒们一商量 贝勒们不同意 说祖大寿要炸香怎么办 对吧 他跑了 跑了他不回来了 他不内应 你外攻他不内应怎么办 黄太极啊 他是熟悉三国演义啊 三国演义不是有个七亲七众梦合吗 那我对祖大寿我可以一亲一怒 将来可以二亲二怒 黄太极跟他贝勒说 说判服游之 他要判就判 他要服就服 这事就怎么定 这样就把祖大寿就放回去了 这是夜里头啊 偷兜的啊 天亮之前 祖大寿叫做免炮 要突围 城门打开 后金军队呢 又放炮 又鸣枪 又点着火炬 又呐喊 追 非常热烈 正好这一天有大雾 祖大寿带了三百五十人突围 冲出之后 有了就走散了 还剩下二十多人 看天好之后呢 就进了 锦州城 已经秘密投降了 黄太极的祖大寿 就这样进了城 锦州城危在单旗 锦州是原住坏 虎心经营多年的 关宁锦防线的关键值 锦州城如果陷入 整个关宁锦防线 就将会土崩瓦解 但是三天之后 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到了第三天 这祖大寿不放炮 也听不见炮声 这后金的碑了就埋怨了 你看他本来他就是假的有诈 果然吧 我不便于马上行动 等待时机在外攻内应 求将军 我那些部下 你不要杀他们 要善待他 因为祖大寿逃出去之后呢 后金军队就把大陵合成占了 城里头大部分官兵 就都被黄太极俘虏了 黄太极呢 事先有决定 对这使人一个不上 黄太极呢 黄太极到城里头一看呢 活着的人呢 躺着都不能动了 就给他们点吃的救下来 官兵都算上 老弱残都算上 还有个一万来人 就把这些人就都养起来 黄太极回了封信 黄太极说 说将军子弟 我自爱养 不宜 这一点 还比较让给大家 坏一个人一会儿了 你骗我是吧 全给你杀了 没有 的确也没杀 说了一句话 比一生儿 是祖大寿一个人 随他去吧 这是祖大寿一想 谢谢大家 在后金八级军 攻打北京之后不久 黄太极就在圣经沈阳 举行大典 改国号后金为清 并登上了 大清王朝皇帝的宝族 那么 黄太极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样一个战事紧张的时刻 想起了改国号的事情 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呢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副会长严重年 为您揭秘 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建立大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